你那晚有没有浑身躁着干 怎么了 还带着不同寻常的心迹 有没有抑制不住的情不自禁 有 完了 怪不得院里的猫喝了海内尖送的酒 叫了一夜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被下药了 这小寒生不过也是一个俗人呢 果然没有人能逃得过这迎春谷 迎春谷 你在我们酒里下药了 不然呢 他那天晚上 是不是对你情义绵绵呀 他要是不碰我 怎么帮我找东西 哦 对了 这迎春谷啊 有点特别 以后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将军 将军 我有事跟你说 你们先退下吧 那夜我们是被下了药 那夜我们是被下了药 谁下了药 神器 什么 是我下的 你为什么要下药 这事一事一事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 总之呢 我们就是被下了一种名叫迎春谷的催情药 所以那夜之事 将军不必放在心上 等会儿 你给我下了药 然后又给自己下了药 是 你现在是要和我说 那晚你是因为什么骨才合我 没错 那个药 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到时候要不 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 再说吧 再说吧 我不是神器 我是石器 我被神器换了脸 沈大小姐 你莫要开玩笑 我的确与石器姑娘相识 但是 我第一幅四方图就是画的你 你后背上有一道疤 是小时候玩火前不小心烫伤的 去念元宵 有一颗鞭炮不小心伤了你的诱饵 你的听力也是最近才恢复的 你真是石器啊 那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真的不是因为 怎么回事我自己当然清楚啊 但是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到底想瞒我什么呀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我有些事情想不通 却不能与旁人诉说 所以才来找你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第一 沈庆是相国之女 根本就不是你三年之前遇到的那个人 这第二 相国府不知从何处探听了此事 让他借此捕获于你 目的就是为了 套出你手中太子遗物的信息而已 不可能 他竟然下鼓于我 响于我 那个 却又坦白跟我说是他下的药 简直狗屁不通 正是如此狗屁不通 披露百出的证词 要是换作军中戏组 我们早就给他严刑拷打了 就算是如此 你还是选择新的 是 你与萧寒生早就相遇 你们彼此寻找 你既倾慕于他 他又对你如此之好 这段姻缘看上去坎坷 但却是天作之和呀 可我现在的身份 是别人 也是啊 若是有一天 他发现你是假神情 那该怎么办呀 凭什么 还是凭职权 萧寒生 相信一个人是要有底线的 如果他真的是比有意图 你当如何 伤得终是你自己 当你的眼中所见 和内心所见不一样时 你会相信眼睛 还是内心 我会相信自己的眼睛的 小孩生 我会让你相信自己的眼睛的 你们要的东西 我知道是什么了 是什么 既然是宁王要的东西 就与你无关了 你无需知道 正如你所说 现在我才是你 等我拿到东西之后 我自会去交给宁王 你这心眼 倒是一点也不比我少啊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许动将军府的人 但凡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出事 我必然 你必然怎样呢 我必然欲时俱焚 毁了你的人 让你永远也别想 以这副荣望回到宁王身边 夫人 方才有一姑娘给您送信 给我的 是 办案 俗话说眼见为实 容金已是 谁知道是这个情况 好